变因素跟标准差 那这个会谈到就是我们上次 一样在信赖区间的那个部分 那信赖区间那个部分里面谈到的是 利用卡方检定 那卡方检定上次有谈过 它是一个卡方的分配 那卡方的分配当然这个 我们上次已经有看过了 一样开Square的 就是利用Excel里面的开Square Invert RT 你就可以去算出 当你的α是0.05 然后右围检定的时候 它的自由度是15的卡方检定 所以这个公司我们 Excel的公司我们上礼拜有看过 对 所以 因为卡方它是一个不是 它是一个比较所谓的 有偏斜的一个分配 所以当然如果是右围也是一样 右围的话还是代表它的面积 右围是0.05 那0.05 然后自由度是15的话 带进去卡方值 所以它算出来 0.05对应到它的这个值 这个开Square 就横轴是开Square 这开Square的值是24.995 类似这样 那这个透过X表 那再同样的 左围检定也一样 那左围是0.05的话 那它的值是α是0.05 带进去公式 算自由度是10 算出来13.94 所以在这个值是3.94 那这个当然只是先前提 那这边也是一样 双尾 双尾 那双尾的话 就要注意 双尾的话 这边开Square 它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用 所以你变得必须要 它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右围 那开Square的 如果α的0.05 是双尾检定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这个 左右的两个面积都各自是0.025 所以你用开Square Invert RT 可以算出它的右围 那左围的话也一样可以算出来 左围的话就直接是开Square Invert 这个直接算出来 所以这个是10 这个是36 好 类似这样 那我们要用开Square来做什么呢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信带区间一样 之前的信带区间是 要算它的这个 一样变异数 或者是标准差的这个信带区间 那现在在做假设检定也是一样 我们用开Square来检定什么 简定这个变异数的卡方 卡方简定 那一样 它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简定的值 那它这个简定的值 它是用什么简定呢 它是时候用 用你的样本的变异数 去处理你的母体的变异数 然后再乘上一个n-1 那n-1 n是它的样本 所以利用这个公式去算出来它的简定值 它就是一个开Square的值 然后再去搭配你的这个 α是多少时候它对应的开Square的值 然后它看它是落在哪一个 落在拒绝域还是非拒绝域 是一样的概念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例子了 好 一样再念一下吧 来黄玉洋 念一下 好 所以现在是看它的变异数的简定 好 那一样好 这个时候 原先我们简定都是μ或者是p 那现在简定的变成是变异数 所以是Square 那所以它的主张 H0虚无的话是1万 那它简定它认为是可能会低于 所以它的对立 对立 对立假设 是Square小于1万 这是它的主张 那这边 这边整个用 用临界值的概念去看它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透过查表 因为α是0.05 那你的主张是小于1万 所以这是一个单维简定 左维的单维简定 所以你需要看什么 KiSquare Invert 在0.05之下 然后自由度是23位学生 扣1是22 自由度是22 那找出来它的KiSquare值是12.338 那这个是什么 它的临界值 临界值 那临界值知道之后呢 再去检定它的数值 所以利用我们已知的样本的变异数 除以母体的变异数 来乘上一个N-1 算出来KiSquare 15.895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看 15.895 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多少 刚才的这个α等于0.05的 左维简定的12.338 去比较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落在什么 右边 所以它这是一个落在非拒绝域 那落在非拒绝域 所以我们就不会拒绝虚无假设 所以没有足够支持 它的变异数是低于母体的变异数 这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所以大同小异 只不过今天现在算 要跟刚才的平均数 跟比例来看 它这边只换成是用什么 用KiSquare的distribution 卡方的分配 好 这个 再念一下好了 林云柔 好 好 所以这边 它认为 这个标准差 应该是超过8 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 它里面也没有告诉你样本 这是样本的数据 但它没有告诉你样本的标准差 所以这时候当然就要自己去算 好 所以一样先 步骤一先把它的假设说出来 它主张 所以 H0 sigma 标准差应该是8 那它主张是超过8 超过8 那既然超过8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它的临界值 超过它的临界值 临界值的话 因为这个是大于8 sigma大于8 所以 简定要看右维简定 那这时候 可以带入这个公式 KiSquare Invert invert.rt 这是右维简定 那右维简定带入它的α是0.1 那自由度是15-14 算出来临界值是21.064 0.064 好 临界值知道算是简定值 那简定值 这时候要先记住 它要把它 还是要 变成是什么 因为是卡方 所以你必须用变异数 它虽然这边 简定的是标准差 但是你在 做这个Test Value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还原成什么 还原成变异数 所以要把 标准差平方 不管是样本的 或者是母体的 那 那这个 这个样本的标准差 因为它是给你原始数据 所以你要 这边要先算一下 它样本的标准差 算出来它是11.2 11.2 取平方 然后再把原来的Sigma 等于8平方 再乘以15-1 所以算出来 KiSquare是27.44 那27.44 再去对它的这个来比 27.44跟21.06 这个减定值是什么 减定值是 凌介值 凌介值是21.0.60 减定值是27.44 所以落在右边 所以在 在α等于 α等于 α等于0.1的情况之下 它这个 是要什么 落入拒绝欲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拒绝虚无假设 所以足够正义支持 它是超过 它标准差是超过8 好 就这样的概念 很快 好 再来看 来 石云达 念一下 你闲啊 谢谢大家 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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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写A吗 这是α吧 A 有足够则生 与 製造商的 好 OK 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在做 这个其实有点像在做 平管的概念 就是说 你的制造商如果做出来的 那个 那个成品 变异数很大 就代表这个产品的品质 我们不稳定 是不稳定的嘛 所以这个就变成不是一个好的产品 所以 或者甚至说 有时候 可能它会有偷工减料啊 就是说我们其实这种 假设检定很多 他们常在用在生产管理的 生管 生管的案例里面 其实用蛮多 因为它都在检定说 我透过 因为你一批产品送过来 它可能送一大堆产品 那我怎么不能每一个产品 都是去检测嘛 所以它会取样出来 然后去检测其中一个样品 某一个样品 然后来用假设检定去看看 它有没有 它的平均数 有没有超过它 或是小于它 如果小于它代表金两不足嘛 代表它今天如果给我一个产品 它的重量是不够的 那代表它里面偷金减两 对不对 所以它类似是可以用在这种 所谓的品 品管的一个应用上面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变异数 你变异数太高 就代表你这个香烟的品质 其实是不稳定的 那到时候客户 你的顾客一定会反映说 如果这个不一样 它可能感觉不好 它以后就不买你的产品 所以这个在品管上面 其实它有它实际的用处 那二十支香烟它的标准差是1.0 那它原先认为它希望它的变异数是比较小 当然我们希望变异数小 为什么 因为它的产品的差异性就不会那么大 对不对 但是它算出来是1.0 所以这样子到底有没有差很多 到底有没有跟我的0.644差很多 好 所以一样 陈述它的这个假设 然后确立主张 所以我的SIGMA2 0.644 这就是它的主张 它认为是一样 另外它只是说要拒绝它 拒绝的话 我们只是不晓得是正的 就是大于或小于 所以直接就写成不等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双微检定 双微检定 一样我们先去找出它的这个 critical value 临界值 双微检定的话 这时候也要注意 你alpha要0.05 所以要把它左右两边各式0.025 先去算它的 开square invert.rt 跟开square invert 就可以算出这个是左尾 这是右尾的 它对应的值 零界值 好 做完之后再去算它的简定值 那S平方式SIGMA2 算出来结果是29.5 好 那29.5 29.5 那我们带进去 看它的这个 跟它的那个值的比较 29.5跟 这个32.5 跟8.907 这样比起来 其实它是落在 就是看得很清楚 这落在什么 非拒绝域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不拒绝虚无假设 不拒绝虚无假设 那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说 这个变异数其实是 变异数等于0.64 这个主张 我们是不应该去拒绝的 因为它是 等于它是没有拒绝它的虚无假设 好啦 这个很简单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可以用P-Values去做 这下先给你看 Ki²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卡方简定值 是19.274 n等于8 那幼围简定的时候 它对应的P值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用Ki².invert 这是用Ki².distdistribution 然后呢 它是幼围简定 它这边有RT 所以19.274 是它的Ki²值 那对应它的自由度 是8-17 所以可以算出 它的P-Value 是往右边的 它是right hand side 这个值是0.0737 好 这个是P-Value 那同样的 左尾的话 左尾的话 Ki² 3.823n13 你可以用Ki².dist 3.823n13 N是13 所以自由度是12 那这是累积的 true 所以算出来P是0.013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 来用P-Value的方式 去算这个题目了 好 来 欣瑞辰 一位研究员 5分钟 在α等于0.05 之下 可以以下结论 说标准差 一直以来 变得吗 使用P-Value 假设变数是常态可对的 OK 所以这个是要检定他的这个标准差 那 所以我们一样赶快去看他的这个 假设跟他的主张 所以H0 Sigma等于16.8 16.8 过去的 那他认为可能没有 不是16.8 所以他只是说改变了嘛 那改变 你不想是改变多变少 所以就是先用不等 Sigma不等于16.8 这是他的主张 那 用P-Value法 所以我们不用先算他的critical 所以我们的步骤就不算他的critical value 我们直接算他的减定值 那减定值的话 因为S 样本的标准差 跟这个母体的标准差都知道 所以可以算出他的变异数 利用变异数去算出他的chi square 然后他的减定值 然后再去算他的12.733对应的P-Value 对应他的P-Value 那 这边 这边要注意 这边因为他的假设 他的对立主张是不等号 所以这边是一个双为减定 那既然是双为减定 所以要注意 我们 我们在算他的P-Value的时候 算出他的P-Value的时候 这个是他的减定值 对不对 12.733 12.733 你先用左尾 先用左尾减定 先算出来他的值 因为 为什么用左尾呢 因为这个 你看他也知道 这个12点 因为我们现在得到的 标准差12.5 跟我原先的Sigma16.8 应该看起来是在左边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算 对应的这个chi square 所对应的这个P值的话 应该是算他的左尾 先看他的左尾 所以看他的左尾P值的话 你直接用chi square.dist 直接可以算出左尾 12.733 是刚才算出来的减定值 然后自由度是23 那累积算出来 他的P值是0.0424 那这个值是左尾 对应左尾 那不要忘记 我们今天这个 他的对立假设是双尾 是不等号 不等号 所以他是一个双尾减定 那双尾减定的话 所以他的什么 P值还要再把它乘以2 懂不懂 所以你这边算出他的P值是0.042的话 你这边要把它乘以2 才会变成是 他真正的所谓的 双尾的chi square对应的值 所以是两边的面积要加起来 这个通常很容易犯的错误在这边 所以把它乘以2的算出来结果 是0.0849 那有了P value 这个真正的双尾的P value 之后才去跟我的α0.05去做比较 那因为你的P值大于α 所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就会落在哪边 P值如果是大于α 基本上不管是单尾或双尾 只要是大于的话 他就是落在非拒绝域 落在非拒绝域 所以就不拒绝虚无假设 所以当然我们就没有足够 证据去支持他 好 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 你看这边的 如果你只算一个单单尾的P值 是0.0424 那你如果直接拿0.424 去跟我的α0.05 去做比较 这时候是P值小于α 这时候是P小于α 如果你只用P小于α去算的话 会怎么样 你的结论是什么 你的结论就变成落在拒绝域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结果 跟你的这个双尾减定的结果 就差很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 即便用P值法 你还是 如果是双尾减定的话 你记得一定要把它乘以2 才是它真正的P值 真正的P值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就会产生错误 下了错误的一个决策 下了错误的决定 找不到 所以这个要注意 OK 好 那这边回去仔细看 好 假设减定还有其他什么主题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 其实一开始信赖区间 这个假设减定跟信赖区间 其实是 我们说过 是有联 是有联动的关系 就联动的关系 那它有什么联动的关系呢 当拒绝虚无假设时候 你用同样的显著水准的信赖区间 它就不会去包含 假设减定的平均数了 这样 叙述这样看得懂吗 当你拒绝虚无假设的时候 那我们用同样的显著水准 就是我们的这个α 那它的这个信赖区间 可能就不会去包含 我们要减定的平均数 当你如果不拒绝虚无假设的时候 使用同样的显著水准的信赖区间 它就有可能会包含 我的假设减定的平均数 好 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这个 上次画的这个图 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今天我取这个样 α是这里 对不对 我们今天我先做假设减定 这α在这里 那我sbar是落在这个拒绝域 对不对 落在拒绝域 那我用这个α 用这个α 我去算 再搭配这个sbar 我可以去算出一个信赖区间 OK 你现在区间上礼拜小考不是这样 可以算出来吗 你取一个样sbar 你再搭配它的α 那这个α0.05 就是相当于是95%信赖区 它的信心水准嘛 那这个α 其实跟这个α是一样的α 然后只不过在假设减定 我们把它说这是 α是当成是犯下行一错误的几率嘛 但其实也是一个代表一个信心的概念 所以当你如果sbar 是落在这个拒绝域的时候 你用sbar 再搭配这个α 去算出来的信赖区间 它就不会包含我的 我的μ啦 所以这种情形是什么 是拒绝虚无假设 对不对 这时候拒绝虚无假设 那既然拒绝虚无假设 代表我的sbar 跟我的平均是有显著的差异 所以有显著差异 所以我用sbar 去算的信赖区间 搭配这个α 去算的信赖区间 也不会包含我的82 也不会包含我的平均 母体的平均数嘛 这样合不合理 你懂意思吗 那如果我的α 你看现在这个α很大 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谈过 α大你的信赖区间会宽还是窄 α大的时候你的信赖区间会宽 比较宽还是比较小 小嘛 α大你的信赖区间是小 你的 因为α大你的这个信心水准就跟着什么 降低啊 信心水准降低 信心水准降低 信心水准降低的时候 它算出来信赖区间是比较小的 就像上次我们说设费标那个概念嘛 好 那看起来这个α是比较大的 这个α比较小 对不对 这个α比较小 α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我这时候同样的s bar 这时候就落在什么 落在非聚绝域 落在非聚绝域 所以我用s bar去算出来的这个信心水准 它就会比较宽 因为α比较小 它的信心水准就比较高 越有信心 我的信心水 α小 信心水准就高嘛 信心水准高 就代表我很有机会去涵盖 我这个信 我得到的这个信赖区间 就很有机会去cover到我的母体的平均数嘛 那这时候你要有很有信心去cover 你这个区间当然要越宽越好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像这种情形 它是落在非聚绝域的情况之下 但是它的α又小 所以它的信赖区间就够宽 信赖区间够宽 信赖区间够宽 它就有可能有 这就会有机会去包含到我的母体的平均数 懂不懂 所以信赖区间跟我们的假设简禁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一体两面 它其实是有同样的关系 所以再看 当你的α如果已经落在拒绝域 落在拒绝域 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 这个去算出来的这个信赖区间 就可能不会包含到我的母体的平均数 因为你也拒绝它了 你拒绝它 就代表它的误差是显著 所以你同样的信心水准 所算出来的信赖区间 也不会包含你的母体的平均数 那反过来 如果你的α小 你就很有信心 你的区间够宽 那它也落在 相对的是落在非拒绝域 所以我们就会把母体的平均数 也会把它靠进来 OK 好 我们看例子就很清楚 来 我都忘记叫过谁 吴冠田有没有来 来 看一下 在几天忆报広子的五庵 有一位检查人怀疑 広包是五十五庵 有意思 五十高 広的样子 差列平均数 四十六庵 而且标准差是 0.7 5 在阿宝的 0.05之下 有提供了正确 支持広包 五十六庵 同时 有数真实平均数 1 95%性在訓練 假設變數是等待不等 好 我們就直接用例子來看 來驗證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概念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在做什麼 做瓶管 我今天如果人家製造一包糖 製造 就是我買了很多 進很多包糖 那他跟我說他的平均應該是5磅 但是我去量一量發現沒有5磅啊 那這個到底要不要去 沒有5磅因為是你取樣 你可能取其中一部分的樣本出來 所以不代表全部 那我可不可以根據我的這個假設檢定 來拒絕說他不是5磅 所以我就要退貨 所以這個跟平均就有很大的關聯性了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什麼 μ是等於5 虛誤假設μ等於5 那他認為可能不是5磅 但理論上應該是小啦 但是他這邊比較 比較general一點來說 支持不是5磅 所以他說支持不是5磅 但其實支持不是5磅就是可能大或小 那如果對生意的人來說多好不好 你一包糖多5磅 你原來說要給我5磅 結果你一包糖給我變成6磅 對生意的人來說OK啊對不對 其實反而他比較care應該是小於啦 但他這邊也沒有特別說小於 所以他只是說不是5磅 所以我們的主張就變成是不是5 所以μ不等於5 那我們如果按照剛才的這個Z檢定 按照不是Z檢定 這時候因為他 並沒有給我們母體的這個標準差對不對 但是他有給你什麼 給你樣本的標準差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用T檢定 這時候不是用Z檢定喔 沒有母體的標準差的時候 就有樣本的標準差你就要用T檢定 那用T檢定的話呢 你用T檢定的話 一樣先去算出他的這個臨界值 quitical value 那這是T檢定的臨界值 所以α等於0.05 那是雙尾檢定 所以T.invert 用T.invert.2T 0.05 49 因為他取樣是50 所以自由度49 所以算出來的左尾右尾的臨界值 一個是2.0096 一個是-2.0096 是對稱的 然後再算他的檢定值T 那S8是4.6 減去5.0 然後呢 除以S 他的這個標準差 樣本標準差 除以更號50 算出來是-4.04 那-4.04 跟我的這個臨界值 T檢定的兩個臨界值 -2.014 來看 更左邊啦 對不對 所以更左邊的結果 結果 你應該拒絕還是什麼 還是接受 就拒絕虛無假設嘛 拒絕虛無假設 OK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 summary 就說他不是5.0 好 但是他額外要領算什麼 95%的信賴區間啊 對不對 所以剛才alpha是多少 剛才alpha是0.05 那他現在是雙為檢定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這個信賴區間 如果是95%的話 那我們這時候一樣 用他的這個95%的t2分之alpha 所以這個跟剛才的那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他算出來是2.014 但是我們 我們如果用excel算出來是2.0096 那誰比較準 理論上當然是excel比較準 他這個可能是查表啦 這是用查表查出來 還是我算錯了 我有沒有算錯 你們回去再double check一下 2.014跟2.0096還是有點差別 所以不曉得他是用查表的 還是用算的 那至少用t.invert.2t去算出來 應該是2.0096 好啦不管啦 這個只是數字上的差異 那這樣子的結果呢 自由度不一樣嗎 自由度有下錯嗎 他自由度用45啊 為什麼他 因為 因為查表沒有49 因為查表沒有49 所以他就用45了 所以他的比較不準 我們的比較準 所以他用45 對啦 45是因為沒有 那個表裡面沒有那麼細的 沒有那麼細的 那個自由度 好那所以我們的比較準 就用我們的也OK啦 所以是2.0096 好那不管怎麼樣 你用2.0096 或者是剛剛算出來的結果 當然你看出來這個t value 只是把-2.0014 放成-2.009嘛 那一樣-4.04還是遠超過他 所以當然是 什麼 拒絕虛無假設 那所以同樣的 我們再來看95%的信賴區間 那95%的信賴區間 所以左邊兩邊都還是各 兩邊的面積加起來是0.02 兩邊的面積加起來是0.05 所以他是t2分之α 記不記得這個公式 在算他的信賴區間的時候 今天如果你是用t 利用t distribution 去算他的這個信賴區間的時候 他是用t2分之α 那t2分之α 為什麼用t2分之α 因為你的這個標準物呢 是沒有母體的標準差嘛 沒有母體的標準差 所以我們只能用樣本的標準差 所以才用t2分之α 但是如果你有母體的標準差給你呢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換成sigma 那你這時候t2分之α 就可以改成用z2分之α 用z2分之α 好 那這樣的話你去算 t2分之α 這邊應該其實應該是帶 帶0.006 0.7 剛才的那個值 然後s是0.7 然後s bar 4.6 你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課本算出來是4.4到4.8 但是我們仔細算 用我們的數值去算的話 大概是4.4011到4.7989 其實也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他95%的信賴區間 所以他是用α等於0.05 那信賴區間就是95% 是一樣的意思嘛 所以這個區間有沒有包含我的平均數 我的平均數多少 平均數是5 所以怎麼樣 當你拒絕它 當你拒絕虛無假設的時候 你用同樣的條件去算它的信賴區間 這個信賴區間就不會包含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對不對 這很合理嘛 因為你拒絕它嘛 你拒絕它就代表它是有顯著的差異啊 在這樣 在這個α的情況之下 它有顯著的差異 所以我利用同樣的平均數 我利用同樣的α去算出來的信賴區間 自然也就不會涵蓋我的母體的平均數啦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4.04到4.79 那我真正的μ是多少 5啊 所以它離它有一段距離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這個概念 我拒絕它 我既然落在拒絕欲 所以我算出來的信賴區間 就不會夠寬到 不會夠寬 足以包含我的這個母體的平均數 好 好 再來看一題 好 豬 來 佩蓉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所以這個也是同樣的概念 是呢 它給你樣本的資料啦 所以這時候都是用T檢定 那 它的虛無假設是200磅 那 它的對立假設 它也沒有特別講 所以就是拒絕它 就是不等於它 所以是雙微檢定 那雙微檢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α等於0.05 先去算 自由度是10支 變減1變9 自由度是9 所以可以算出它的臨界值 那這個因為我們 這個臨界值是用T 是用T分配去算的 因為這個母體的標準差是沒有告訴你 它告訴你的是樣本的標準差 好 所以可以算出T檢定的左 左的臨界值 跟右邊的臨界值 正負2.262 就是這樣 那算它的檢定值 S-bar減去μ 那S-bar剛剛說是 是198.2嘛 198.2扣掉200 除以S3.3 根號N10 算出來T是負1.72 好 那負1.72 還有跟我們的正負2.262來說 它是落在中間 所以是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落在非拒絕域 當然我們就沒辦法拒絕虛無假設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它的什麼 這個說明看一下 那接下來要算它的信賴區間 那這時候同樣是用T的 用T分配去算它的這個信賴區間 T二分之α 然後把它帶進去這個公式 然後去算一算 結果呢 μ大概是介於 195.839 跟200.561之間 所以這個μ 這個信賴區間 有沒有涵蓋我的平均數200 有沒有 有沒有涵蓋 這個 像是小考考的那個啊 95%信賴區間啊 這個μ 正好算出來也是195到200點多 我真正的μ是多少 假設的μ是多少 200啊 所以這個時候是 沒有拒絕虛無假設啊 當你沒有拒絕虛無假設的時候 你的這個 同樣的這個95%信賴區間 就會涵蓋你的什麼 就會涵蓋你的平均數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同樣的意思 同樣的意思 知道嗎 好 這個 假設檢定的這些東西啊 其實跟我們上次講的 行一跟行二的錯誤 其實我們之前一直在談 行一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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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是 H0是對 你去拒絕它 這個是我們說 我們假設檢定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在談行一的錯誤α 這叫α 那這個α當然就是 就是我們當然 怎麼說 你的α 你的α越小 代表你犯行一的錯誤 的幾率就越低嘛 越低 所以我們希望在做假設檢定的時候 要把那個 假設檢定的時候 那個α要越小越好 為什麼 因為你 永遠不知道真正的 是不是正確的 但是你只是要讓它的行一錯誤變小 所以讓你的檢定就不會發生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過 像我們用p value的時候 我們說 如果只要你的p value是小於0.01的話 只要你的p value是小於0.01 我們通常 約定俗成說法 我們就認為它是OK 就不用去 就有足夠的證據去拒絕那個虛誤假設嘛 就代表它犯行一的錯誤小於0.01 我既然犯行一的錯誤小於1% 那我代表犯錯的幾率是高還是低 我犯錯誤的幾率是1% 跟我犯錯誤的幾率是10% 哪一個低 但是1%低嘛 所以我如果犯錯誤的幾率 犯下行一錯誤的幾率是小於0.01 就小於1% 然後0.0% 不知道是千分之一 或萬分之一 那當這種幾率很小的時候 即便你還是有可能犯錯 但是犯錯的幾率很小 所以你還是可以接受它嘛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可以去拒絕虛誤假設 所以代表我們之前談的都是這個 那另外還有這個型二的錯誤 那型二的錯誤 它其實也有一個符號叫beta 因為剛才好像有人唸成beta 是吧 誰啊 那誰唸beta beta其實是型二的錯誤 那型二的錯誤 這個我們一般來說 但這個比較有reference一點的議題 那我們把它 1-beta把它通常叫減定力 1-beta通常叫減定力 當你的beta越小 beta越小 就是你犯型二的錯誤幾率越小 代表你的減定力越高 減定力越高 減定力越高 那減定力越高 當然它的減定 就越有能力去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所以同樣的概念 這個型二的錯誤 如果是beta beta越低的話 代表它的減定力越高 減定力越高 就代表它越有能力去拒絕錯誤的 因為拒絕h0是錯誤 那這邊拒絕它 所以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但這個beta不好計算 beta不好計算 所以反正 它是可能說 沒有整齊的統計減定 可以保證萬無意思的 可以萬無意思的保證 h0一定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說過 所謂的正確 或者是所謂的錯誤的假設 很多都是只有上天知道 所以你這些 我們這些所有的假設減定 都只是在談一個機率的概念 談一個不確定性的概念 那這個不確定性 我們只是希望把這個不確定性 能夠降到越低越好 但即便是降到很低 你也不保證它就一定是對 不保證它一定是對 所以可不可以講到說 沒有萬無意思的保證 保證你的減定h0是對的 所以它就是對的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只是降低行一跟行的錯誤的機會 我們盡量要降低它 那當然β這個東西我們就不談 因為這個比較屬於 advance一點 而且不好算 這個反而是比較在做 所謂真正他們在做平管的人 比較care的是這種 叫減力 減定力 減定力 減定力其實這種東西 上次我看過一本書在談 你們現在不是有在做 你們現在大三了 你們以前不是有做環化 是不是做環化 那環化裡面 你們不是有做 檢測很多水質的指標 有沒有 例如 隨便說個吧 BOD BOD 還有呢 COD COD 你們做COD 還有呢 余律 余律 還有呢 SS 還有呢 TDS TDS 有沒有做那麼多啊 真的嗎 中 中 什麼什麼 就是SS的另外一種 好 你們最簡單都沒講 油脂 最簡單的呢 融氧啊 融氧有沒有做 融氧是比較容易做 SS比較容易做 好不管什麼容易做 你們做這些東西的目的是幹嘛 知道水 知道水 裡面有的 的什麼 知道水裡面有什麼 就這樣而已嗎 你們環化做這些東西 只是要知道水裡面 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要告訴我什麼 品質 所以要知道水的品質好壞嘛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我們要知道水有沒有污染嘛 是不是 你們不是有沒有做期末報告 你們請問我不是說會去到愛河 會去哪邊去採水樣 對不對 採水樣 你要看它的品質 那個品質好壞 就代表這個水有沒有受污染嘛 所以你檢測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在所謂的在談這個叫 簡力的概念 你檢測了這個DO 或者檢測的BOD 難道你就說BOD越高 你就說這個是污染嗎 它其實只是代表一個什麼 污染的一個項目而已啊 你BOD高是不是一定代表污染 可能也不完全那麼全面性啊 所以為什麼要檢測到那麼多 你們剛剛說BOD COD 什麼SS啊 甚至DO 所以你要把這個檢查 就是說外面有很多環境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環境檢驗公司 像你們之前不是有學長去那個什麼 SGS 就台灣是什麼 台灣檢驗公司嘛 SGS 那這些公司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檢測啊 那這些檢測 他們叫檢測什麼 就是檢測環境污染嘛 你在檢測環境污染 都有一些方法 因為你總是要有一些代表 有一些代表的樣子 一些代表指標啦 就是指標 像剛剛說的BOD COD 這些都是檢測的指標 這些指標 就是代表你的這個檢查的檢例 就是這邊所謂的檢例啊 你的檢例如果越好 你檢測像BOD 因為BOD它具很有代表性 那這個代表性可以連結到什麼 污染的概念 所以我就是利用這個檢測 我就可以來代表這個水質 有沒有受到污染 所以它的是一個很好的什麼 利用BOD可以當成是一個很好的檢例 但是BOD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啊 萬一它的BOD很低 但是它裡面的PH很高 那它是不是也受到污染 所以這時候你還欠缺什麼 所以你光看BOD 但是你如果沒有看PH 那是不是就有點 這個檢例 這樣的一個檢查的 檢查的所謂的檢定力 是不是相對就沒有那麼完整 所以它就有它的盲點在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很多的檢驗的概念 其實都是在談這個檢定力 那這個檢定力我們當然希望它越完整越好 所以在做水質檢測 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檢測的項目就越來越多 從早期的融氧 BOD COD SS 到現在可能又做很多重金屬啊 或什麼的東西 對不對 像你如果不量重金屬 你怎麼只光看BOD 你可以看出來它的重金屬污染嗎 你也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 那這樣的對重金屬的檢例 BOD的檢驗就低了嘛 都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說這個都是在談型二的錯誤比較多了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 做所謂的其他的品管的檢查 大概就看是型一的錯誤 好 這邊的例子你們再回自己看 那這邊的結論也回自己看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上到這邊 好 我們 但這個之後我們還會有些地方還會再用 沒有 我們下一張其實還是在談這個啦 還是在談這個 只不過咧 我們這一張所談到的都是什麼 從母體取樣本出來對不對 然後看你的取樣出來跟母體的關係 的檢定關係 那我們下一張要看的是什麼 是兩個母體 兩個母體各採樣出來 那採樣出來我們要看看 根據兩個母體所採樣出來的樣本 看他們之間有沒有相近 如果這兩個母體採樣出來的東西相近 我們就認為原來這兩個母體可能它本來也是相近 它的平均數也是接近的 那或者是說如果各採樣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它的平均數啊或比例差很多的話 那可能這兩個母體就是兩個分開的母體 因為它平均數就差很大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第八 這是第八張嗎 第八張所看到的是 從單一母體取樣出來 去跟它做檢定 下一張要看是兩個母體 兩個母體取樣出來 然後來做他們的數據的檢定 數據的檢定 好 下課 下課